一次事工不慎大楼传出了火警 这浓烟还波及到了护理之家 就在今天下午一点多 台北市松山区八德路四段 一栋九层楼的大楼发生了火警 起火点位在地下二楼 疑似在进行电焊工程导致火灾 大量的浓烟不断地往上窜 也惊动了五楼的护理之家 吓得陪同的家属赶紧破窗 把婴儿抱到窗边等待救援 浓冬白烟不断窜出 五楼的长后护理之家 民众受困屋内 还有陪同的爸爸吓得赶紧破窗 工作人员抱着新生儿 站在窗边等待救援 一分钟我的六楼的门口就浓烟了 那大家都在叫 然后我们就赶紧把门关起来 位于六楼的负责人一家 事发后利用救助带逃生 下来后人心心念念 困在五楼的产妇及新生儿 一号下午一点多 台北市松山区八德大楼传出火警 起火点位于地下二楼 四到六楼救市产后护理之家 里面有九对新生儿及产妇 警销货包到场赶紧协助疏散 火室的部分主要是集中在地下二楼的部分 那火室在我们到达 也迅速的做扑面 警销顺利疏散民众33人 两人轻微呛伤 两人手部割伤 经送医治疗没有大碍 根据了解 起火原因疑似是因为地下二楼 在进行空调电焊工程 一碗营货 我们就是怕会有火灾 我们已经用雅汗 用雅汗那种火花比较小的 火花喷到之后 那个消音棉很容易一览 第一时间施工工人尝试灭火 大量浓烟也惊动楼上的厂后护理之家 索性整齐火警没有造成严重伤亡 至于是不是施工不慎釀灾 还有在后续进一步调查理清 记者张士奎台北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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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